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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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由于LX570全部都是在日本本土工厂生产 且基本全是顶配 并不支持选配 在配置方面 除了中规动感豪华版的配置水平略低以外 其余车型不管是中规还是平行进口差别都不大 因此各版本的区别主要集中在外观 内饰和动力 首先说说中规动感豪华版和尊规豪华版的区别 第一点 动感版没有搭载各项更高级的安全辅助系统 包括预碰撞安全系统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车道偏离警示系统 以及并线盲点监视器 倒车侧后方盲点警示系统 第二点 动感版没有流水式转向灯和远光灯自适应系统 第三点 动感版座位数为5座 不同于尊规版的8座 第四点 动感版轮胎规格为285 50 R20 而尊规版为275 50 R21 中规巅峰特别限量版与两款常规版存在相同和不同之处 配置方面和尊规版相同 而在座位数上和动感版相同 不同点在于车身长度与两者都不同 为5150毫米 此外 限量版的进气格栅和常规版有明显区别 结构更复杂且进行了熏黑处理 还增加了独特的外观套件 当然 150台的限量也是不同于常规版之处 然后聊一聊中东版 中东版四款车型在配置上并无明显区别 而外观上的区别比较明显 两款常规版Sport Plus版和薄金版的外观区别只有一处 Sport Plus车身侧面和尾部都有Sport Plus字母标志 这是薄金版所没有的 两款限量版Signature版和Super Sport版的外观区别同样只有一处 Super Sport版车身侧面和尾部带有Super Sport字母标志 而常规版和限量版之间的区别在于尾标 进气格栅和外观套件 限量版的尾标带有独特的S标志 前脸的纺锤状进气格栅造型更加宽大 且中网内部造型由镀铬长条变为不规则熏黑网状结构 最后提到加规版 目前中国市场只有一款加规版车型 因此不存在对比分析 接下来可以具体分析 中规 中东 加规各种特别之处和与其他款不同之处 中规巅峰特别限量版和尊规豪华版的配置大致相同 中东限量版与常规版的配置也无明显区别 因此在对比中规 中东 加规时 选择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尊规豪华版 薄金版和加版三种常规版进行比较 中规 尊规豪华版与其他两者的区别 在于没有脱钩安装口 中东版有安装口 加版不仅有安装口 还有拖车电源 中东薄金版与其他两者最大的区别 在于方向盘及后排座椅没有加热功能 可能和中东地区高温有关 厂商认为这个功能在中东地区用处不大 此外还不具有鲨鱼齐天线 而优于其他两者的地方也很明显 比如中东版独有的遥控启动和侧身镀刻防擦条 加版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没有负油箱 油箱容积只有93升 对于长途越野来说 自然不如中规和中东版 而且还没有流水转向灯和转向辅助灯 价格方面 价规版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 也是最畅销的车型 中东版Sport Plus版是常规版中价格最高的 目前2017款中规版三款车型的官方报价 分别为129.1万元 133.9万元和146.9万元 需要加价20万元左右 考虑加价以后 实际售价会比平行进口的价格更高 不过购买中规车会提供4年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 平行进口并没有 而平行进口的优势在于有线车 提车更快 价格也更好谈 加规的指导价格在140万元左右 中东的价格区间在140万到150万元左右 至于整车质保则可以由第三方保险公司提供 通过以上介绍 相信各位观众对于市面上的LX570有了新的认识 不同车型孰优孰烈也有了自己的见解 希望能够为大家以后购车提供一些帮助 如果你还有其他想了解的车型呢 可以关注平行之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